周琪上来之后 欧洲步 漂亮啊 漂亮啊 这样就是快攻 你找中路跟进的高个球员 真不好弄 我拉杜理查也能算一个 直接站到啊 摁在了 站在了就摁下来了 铁道篮下 左手完成终结 漂亮啊 洗礼 哎呦塞得漂亮啊 哎呀 但是这啊 真不好弄 以前真没遇到过这个级别的对手 这个框是真不好弄 麒麟调整一波 三分出手 四个助攻得十分 真准啊 啊这样三分半钟 把四川打停了 打停了 确实就让咱开局 刚我我我说了 初杰自己要位进来 好球啊 打得朱宗伟一个 很坚决 这点非常好啊 那你的球队崛起呢 你首先你要锁定一些 有这个 有天赋有潜力的年轻的人 然后你要给他机会 你得给他 给足够的信心和机会啊 哇 周琪这种左手啊 不是你说让朱宋伟队上周琪啊 这也真是 这个队位呢 肯定是不合理的 这不是说不是说不合理 这 哎呦这没打进啊 没法咒 两罚都不进 可惜 这呢你看 谈国际篮 连他助攻都算不上了 哈哈哈 哎呦周琪冲得极好 拿回来打进 周琪自己往里打 哇漂亮还换左手啊 这球 才把谁网开一面了这球 马转换 呃 呃造了李源宇一个犯规啊 那么这样的话周琪上罚就现 他打鱼得好 这是都有优势啊 周琪 哦 好球啊啊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的球 因为周琪在对抗之后 依然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完成啊 这刚是追到一分了啊 呃新疆周琪把这球又拉开到三分了 冯特啊 冲特啊 冲接爆了 哎 他是真忽略了周琪这大长胳膊 是啊 啊 再进 这次都没办法 因为莫太太已经下快功去了 对 出进来再找周琪 漂亮啊 调传给周琪 哎呦 啊 第一下是被 被摸了一下啊 对 摸了一下 周琪 啊 进来周琪大三步抛一个也进 周琪上来之后 欧洲步 漂亮啊 漂亮啊 这样就是快功 你找中路跟进的高个球员 对 真不好弄 呼呦 确实他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周琪犯大量的龟不太现实 主要是 这球应该又冒远了 对吧 因为他一出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是 他启动肯定是比你快的 哎呦 回来周 周琪深造亨特一个 对 周琪在腰位啊 这已经被卡住了完全 回来就是打朱松伟挤开之后 只能造犯规了啊 朱松伟也尽力了啊 说这个 本来我这也就是三四号位 有走的球员 现在没打中 又是一长两板啊 弹出来 还在要 直到上线啊 你看吴勇胜外线 陈鼎很舒服啊 球啊 三中二的三分今天 新疆这把是摆了一拳滑斑啊 依然是给末泰相对比较充足的 一休息时间 哇 又周琪又盖一个 哦 哦 周琪这球也难啊 脚下还没扎着根呢 看左手 没打击 再想起 二点还得周琪 二十四秒了 有啊有 粘框了 粘框了 这个 有效有效 这个想起是被忽略的 两手起 进来之后 这球看看算不算啊 算了 啊 反正一次 二加一啊 这个确实是 好几场比赛 这第四节比赛 感觉后半节有点这个行动 稍微变缓了些 哇 这两个下露的 也是露的比较大啊 突然把麒麟完全给露空了 对 这两分说 这两分说 说着这个这个 这个级别高点 就基本上 啥次比赛了 对 对 对 香港 个人 beating 你说 在哪里 大 说 他们 出